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277面 我们看新三的摊气和响 在响应的魔镜当中 前面两个摊善桥摊经历 这个都是比较属于外在的 外在的一种身形的一种变化 这个气和他这个人 他追求的是一种内心对真理的一个气和 他希望能够早一点开悟 早一点生起种种的神通妙用 是这样的想法 那么我们看 当然这个想法 也不能说错 一个人喜欢追求开悟 也不能错 但是错再错来 他过分地贪求 就不对了 不正常 那么当然他已经起心动念了 忍者心动 不是风动也不是翻动 他既然心动 那魔王就得其方便了 魔王 你内心一动 魔王就采取行动了 那我们看 魔王采取的行动 第二段 二十天魔后得其变 非经妇人口说经法 其人时不绝之魔杂 一言自得无上涅槃 来笔求和善男子处 夫作说法 其行几笔听法之人 外物千变 令情听者 为文法前 心之开悟 念念一意 获得宿命 或有他心 或见地 或知人间好物诸事 或口说记 或知诵经 各个欢愚得为常有 那么魔王的行动 跟前面完全一样 就是非经妇人 可说经法 魔王派的 一个妖精鬼魅 附在一个人身上 使得他能够 演说种种契合之法 那么这个人 他就来到了 这个修子官的处所 就夫展高座 为这个修子官人 说他所喜欢的 种种的如何开悟的法门 那么这个说法者 在说法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的身形 跟听法者的身形 都没有任何变化 因为这个人 他要的不是变化 不像前面 追求善巧 追求经历 他要的是 外在的因言的变化 那么这个人 他追求的是 内心的契合 所以他这个时候 是怎么办呢 令其听者 为文法前心直开悟 他因为魔王的射受力 就是令这个 听法的人 在没有听法之前 就已经开悟 当然这个一定 懂教理的人 就有问题 你没有听法 就开悟 这不正常 事出必有因 佛法的功德 是不能私下传颂的 我们再讲一次 佛法的福报 佛菩萨可以 把他的福报 加持给你 可以 但是善根是不能输送 连佛陀都不能把善根 输送给阿难尊者 前面我们讲很多 阿难尊者 就是说 他根本就不想修学 佛陀说 我吃饭我饱 你吃饭你饱 善根是不能输送 那么一个有 稍微懂教理的人 他就知道 这个不正常 我还没有听经 这部经的道理 我就懂 那当然是有 外力的侵入 那么他不但是 能够开悟 时效妙离 而且心中 念念一意 他心中本来是 没什么妙用 突然间产生变化 什么变化呢 获得宿命 你看他本来不知道 他过去生发生什么事情 他知道他自己 他的亲人朋友 过去生所发生的事情 有宿命通了 或者有他心通 他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事情 在念什么事情 或者他能够看到 第一种种苦恼的事项 或者他就能够在止境当中 知道人世间很多 私下 每一个人做什么好事 哪一个人做什么恶事 这种种种隐私的事情 他都知道 或者他能够出口成章 随便讲出一句话 就是一个寄送 或者他这本机根本没有背过 他突然间可以把滑滑金 滑滑金背出来 当然这个都有问题了 不正常了 那么各个欢迎的非常有 非常欢喜 他认为自己 有这么多殊胜的功德 而感到非常欢喜 当然这个时候 他对说法者也生存感恩恭敬 那么这个是说法者 在魔王的射受之下 他在说法之前 现出这样的一种奇异的象状 那么这个修止观的人 他面对这个象状是怎么办呢 世人移民或为菩萨 免爱其心 破佛利益 潜行贪欲 就跟前面一样了 这个疑似的众生 疑似的修止观的人 就把他当作大菩萨的视线 免爱其心 更加的爱着 更加的恭敬这个说法之人 那么就追学他 来破坏佛陀的利益 而潜行种种贪欲的事情 这个是大概破佛利益 潜行贪欲 是所有着魔人 共同的象状 也是魔王所要达到的目的 那么这个当中的过程 这个说法者 他不但是现出这样的奇异的象状 他还要说出一些 邪之邪见的法门 看他说法的相貌 口中好言 佛有大小 某佛先佛 某佛后佛 其中亦有真佛假佛 南佛女佛 菩萨亦然 其人见故 喜敌本性亦入邪悟 那么这个人 口中好言 这个为某所依附的说法者 他常常说什么话 他说 佛有大小的差别 哪一尊佛是比较大的 哪一尊佛是比较小的 当然这不合道理 佛佛道童 他也说 某一尊佛是前辈 某一尊佛是后辈 有先后的高低的差别 那么他也说 这个佛有真佛假佛 当然这个也不合理 所有的佛都要破旺显身 哪一个佛是假的 还有南佛女佛 当然佛不可能现理相 那么菩萨 亦佛如斯 也是有先后真佳的差别 那么这个修学上显的人 看到他这个献出种种的印象 前面献出很多印象吗 你还没有 你跟随他 还没有说法之前 你就开悟了 就显种种的神通 他这产生什么变化呢 喜敌本性亦入邪悟 他就把他过去所修学的这种 正常的界定废话们 完全把他洗尽了 就不要了 而转变呢 堕入到整个 他所说的这些邪知邪见当中 我们看总结 此名魅鬼 年老沉没 扰乱世人 燕足心生 气皮人体 地质一丝 寂陷亡乱 入到先觉 不入轮回 迷惑不知多无间欲 那么这个鬼呢 是依附在说法者 那个鬼叫赤媚鬼 因中贪祸为罪 易处成形 这种鬼平常就喜欢 欺狂迷惑众生 依附在狐狸精 狐狸跟野竿的身上 来欺狂迷惑众生的 魔王派这个鬼 依附在说法者身上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 一个人琢磨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八个字 洗敌本心 易入邪悟 我们一再强调 魔王要破坏你的功德 一定要先让你起颠倒 这是一个通则 因为没有人可以破坏你 魔王也不能破坏你的功德 他是要怎么样 他让你自己破坏 他怎么破坏你的功德 那要一个人破坏你的功德 当然先让你身体颠倒 让你放弃你的思想 那么升起邪知邪见 在小子官的 讲到魔镜 他有一个判断方法 他说 你在打坐当中 突然间 有一个佛跟你说法 那你怎么判断 这个法是正法 还是颠倒之法 你怎么判断 当然我们没办法判断 魔王他要来跟你说法 他一定精心设计过的 他刚好是 抓到你的要害嘛 你贪什么 他就顺你的意思 但是小子官说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式 我没办法判断 你说的话是对是错 但是你可以感觉一下 我在打坐的时候 心是极尽明了的 你给我说法以后 我突然间早动不安 就是这个法 进入到我心中以后 我突然间早动不安 这就有问题了 就是这个法怎么样呢 它跟你原来的戒定会是怎么样 不随顺 我打坐打得很好 佛陀跟我说法以后 我的禅定更深 智慧更加的明了 我的明了性更强 激进性更重 这个当然它的法 跟你的心中一接触 它对你是加分的效果 它这个法是随顺戒定会 当然是正法嘛 我在修戒定会 你说的法也是戒定会 那么两个加在一起 是不是会加分 我在修戒定会 你跟我说法以后 我突然间产生早动不安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这是简单的判断方式 就是说 这个人 他跟你说的话 你听了以后 跟你原来的路 不一样 那你就要警惕性了 这个是一个 简单判断方式 总而言之 魔王就是要洗涤本心 要把你的心转到 易入邪悟 他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 他要破坏你所有的功德 先让你去颠倒 这个意思 我们看心事的 贪便西想 什么叫变西呢 就是这个修止观人 那突然间他想要去辨别万物 升起的根源 他很想要分析万物变化之理 万物是怎么升起的 升起以后这个过程 他又是怎么样变好 又怎么样变坏 又是各式各样的变化 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 他突然间有这样的念头出来 我们看经文就容易清楚 又善男子 受应虚妙 不照协力 言定花明 三谋地中 心爱根本 求难物化 性知忠实 精爽其心 贪求变性 这个修止观的善男子 这个时候 他的受应已经被破坏了 而且这个时候 他的言定的 止观的功德 也正式成就了 那么他就在那一念 寂静的心中 起了一个念头 心爱根本 他正在这场思想 我的生命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 一切的三合大地 又是怎么升起的 万物升起的根源 到底是什么 这第一个 而且他也想要去 穷救勃然 一切法升起以后 它又是怎么个变化的方式 他的性质 他的忠实 他生从什么地方而来 最后忠了的时候 将往哪里而去 那么这个念头升起以后 当然这是打妄想 但他自己不知道 对这个妄想的心态 是精爽其心 贪求变形 把他所有的精神体力 他这个时候 本来所观性是真如骂 他就把所观性放掉了 就是整天想这件事情 万物是怎么升起的 又是怎么变化的 贪求这样的变形 当然这个地方就正式地 去招感魔镜的原因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 魔王就有机可乘 采取了行动 看第二段 尔是天魔厚德其变 非经妇人 口说经法 其人先不觉知磨着 一言自得无上涅槃 来比求言善男子处 夫作说法 身有威神 吹福求责 令其坐下 虽未闻法 自然心服 世诸人等将佛涅槃 菩提法身 即是献钱我肉身上 父父直指地带相生 即是法身常住不绝 都指现在即为佛国 无别禁居 即金色相 那么这个地方 就说明这个魔王 所派遣的使者 他献出的异象 跟他所说的法闷 那么魔王就派遣了一个 妖精鬼怪 就附在一个人身上 使令这个人能够说法 那么这个人就来到了 欢喜追求万物根源的 修子官的善男子的处所 那么为这个善男子 夫展高座 宣说万物根源的法门 那么这个说法者 在说法之前 他的身体 有一种很特殊的威德神力 威德神力是说 古德的注解说 或者特别的庄严 或者献出种种的光明 总而言之看上去 就是一种大威德神力的相状 那么他的目的 就是要吹则降服 这个求法之人 让他升起恭敬信仰之心 而且他能够 使令这个 作孝的人在没有听法之前 看到这样的威神之力 很自然就能够产生 调服恭敬之心 那么这个时候 经过他的引导以后 这些听法之人 就很自然地认为 十方诸佛的涅槃福体法身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讲三德秘藏 修行就是把心中的 这个 烦恼障 业障 暴障 转成 波磊 卸托 法身 这个涅槃就是卸托的 菩提是波磊的 法身就是法身的 那么这种人 他就使令这个听法之人 就把十方诸佛的 这种三德秘藏 认为就是我现前的 三德秘藏在哪里 就在我这个父母所生的 肉身身上 就是三德秘藏 而这个三德秘藏呢 是经过父亲传给儿子 儿子传给孙子 一代一代相传 那么这样子就是 诸佛的法身波磊卸托 这种三德秘藏 是常住不绝的 另一方面呢 他们都认为说 诸佛的功德 现在就是佛国 说佛世界这个废土 当下就是净土了 离开了这个废土 没有另外亲近的国土 也就没有另外的亲近的 所谓的金色的法身 当下就是废土 我的肉身就是佛身 我的肉身就是佛陀 我所住的环境就是净土了 这么一个回事 那么他这样子讲的话 这个修耻官人他什么反应呢 我们看下一段 其人信授王子先兴 生命归依得未成游 似得移民以后为菩萨 推就其心破活利益潜行贪欲 那么这个修耻官人 他本来是 他能够修耻官 他有一定的戒定会的政见 但是 这个魔王太厉害了 他就投其所好 他喜欢辨析 万物的根源 生起的根源 这是怎么变化 所以他就讲一些相似的法 说这个什么叫根源呢 什么叫变化呢 就在你的色身 就是三德秘藏 你所住的环境 就是佛国 这个人听了以后非常欢喜 当下就是净土 当下就是佛生 就亡是先兴 过去的正式正确就没有了 而且以生命来归依这个说法者 内心非常欢喜 终于找到善知识了 得未尝有 那么这些听法的遗失众生 就把他说法者当作大菩萨的视线 那么推就其心 这个说法者呢 就当然他能够推就他心中的好要 那说相似法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破佛利益潜行探语 这个是所有魔王要达到的共同的目标 那么再看下一段 他们他说法的内涵呢 在这整理一下 口中好言 掩耳鼻舌尔皆为净土 难你二根即是菩提涅槃 真处比无知者信是会 这个说法者他经常说 说这个一报庄严在哪里呢 就在你现在的眼耳鼻舌身 这个六根 你六根当下就是一报的功德 那么这个所谓的正报的功德 难你二根 当下就是菩提涅槃的真实的一子之处 那么这些一吃无知的众生呢 都信受奉行如此的污秽之言 当然就携之携见了 最后就破佛利益潜行贪欲了 那么佛陀就把这个 这个鬼怪的名称讲出来 对此的方法 这个鬼是两种鬼的结合 一种是古独 这个古独鬼是称心重 贪恨为罪 义从则行 这个人平常就是经常想要去 害别人 但因心中有恨嘛 那么就附在这个毒蛇 无功当中形成一个 古独鬼 或者怨圣鬼 怨圣鬼他的因地呢 就喜欢去 污妄他人 毁谤别人 贪妄为罪 义忧成行 就是喜欢在幽暗的地方 去伤害别人 处在幽暗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 这个地方 他说的话错在哪里 这个肉身跟法身的问题 我们在看大乘的经典 特别是言顿的不恶法门 佛陀也说嘛 祖师也说嘛 幻化空身及法身 无名实性及佛性 的确佛陀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这样的法 是以体性来说 我们的色身 是苦恼的 是扎染的 但是他的体性是亲近的 佛的色身是万德庄严的 但他的体性也是亲近的 亲近 没有两种亲近 亲近是同一个亲近 是耶的体性来说 但是这个说法者 是耶的四项来说 那就不对了 四项的话是不同的 所以我一大师说 耶是 你要善之其舍 耶四项来说 会读就是会读 进度就是进度 而我不起不舍 你不起不舍就颠倒了 耶四项来说 我们这个色身 就是烦恼障 业障 暴障 三藏的结合 色身 耶四项来说 佛的身 是法身波瘤卸途 那当然要能够厌恶 说博 心求极乐 所以我们理根 是要分清楚 你入理观的时候 你观照他的体性 那是无分别注 那是一念不生 但是你一旦从空出甲 那什么是功德 什么是过失 你要分得很清楚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从四项上说 六根就是进度 哪里二根就是不停涅槃 耶四项来说 这是错误 这样说法是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 理根是要把它辨别 我们看第五个 谈敏感想 这个修行人呢 他在纸禁当中 本来是正念真如 心里所言专一安住 心里所言相续安住 心中是 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如 但突然间 动了一个念头 他动什么念头 他想说 这个修行很辛苦啊 如果能够得到 诸佛菩萨的加持 明明当中 如果我心中有所祈求 就有十方诸佛菩萨 有所感应 那可多好 贪一种敏感之想 那么他的相状 我们看经文就容易清楚 又善男子 寿印虚妙 不招协力 严定荒民 山摩地中 心爱贤韵 周流金言 贪求敏感 这个修止观的人 他已经把 摄印寿印都破坏了 而且严定的妙通 也已经 正式的成就 那么在一念的 子观的极性心中 突然间动一个念头 心爱贤韵 心中的贪爱 这些十方诸佛菩萨 对我的加求感应 如果对我有点加持感应 那该有多好 有这种贤韵 而且对这样的想法 是周流金言 周遍 把内心当中 周遍流动 专心一意地 深入的思维研究 来贪求十方诸佛菩萨 冥冥当中 对我的加持感应 才有这样的 很坚定的贪求 当然这样子就 使力魔王有机可撑 当然魔王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就正式采取行动 我们看第二段 耳使天魔厚得其变 非金妇人口熟金法 其人言不觉知魔杂 亦言自得无上念盘 乃笔求应善男子处 辅作说法 能令听众 占见其身如百千岁 心生爱然 不认舍离 身为奴仆 世世供养 不觉疲劳 各个令其 作孝人心 知事先知 本善之事 别生法爱 言如娇妻 得而为成有 那么就在这个人 在起心动念 贪求感应的 这当下 魔王就马上 派遣他的 妖精鬼妹 附在一个人身上 那么能够可说金法 来到这个修士官的处所 那么夫斩高措 来说一些感应之法 那么这个说法者 在说法之前 他当然要先起心于对方 他怎么办呢 他使令这个听众 看到这个说法的色身 如百千岁 这个人 你看 这个头发都参白了 年纪很大 但是他的容貌 就像小孩子一样 精神体力也非常充沛 皮肤也非常好 就是感觉上这个人 已经修学长远 而且功德盛盛 所以这个时候 听法之人 心生爱然 对他非常的 爱要 贪婪 贪婪到什么程度呢 他觉得 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善之士 好像离开善之士 就没办法 不能增上的感觉 那么怎么办呢 不能离开怎么办呢 就亲自做他的士者 做他的奴卜 来供养 士士供养 这个说法者 内心 为了就得到 这个说法者的加持 他也不感到疲累 那么这个说法者 他为了要使命 跟随人产生信心 他使命他坐下的弟子 他就说 知识先是 本善之士 他就一再地暗示 对方说 我就是你过去的师长 我就是你根本的善之士 你多生多节 就是跟我修学佛法 你今生也要一样 跟着我学习 那么这样子讲 当然这个所有的弟子们 就别神法爱 特别地产生 法爱之想 对善之士的依靠 可以说如交如期 得未成有 因为这个修子官 他就喜欢别人 对他的敏感 加持 所以刚好魔王 这个魔王就顺他的心意 那么这个说法者 他这样的一个表现 这个修子官的人 修子官的人 他的面对是什么 态度呢 看第三段 世人愚迷或为菩萨 清净其心 破佛力 潜行谈 当然他也没办法判断 那么又投其所好 所以就把他当作大菩萨 那么心中相亲相近 那么结果就是 破佛力 潜行谈 那么这个说法者 到底是说了什么样的法 让这个修子官的人 这么幸福呢 我们看他所说的相似法 口中浩言 我依前世 以某身中 先度某人 当时是我 妻妾兄弟 近来相度 以辱相随 规模世界 共有某佛 或言别有 大光明天 佛仪宗著 一切如来 所修其地 彼无知者 性是欺狂 已是本性 那么这为某所依附的说法者 他经常就说什么法呢 他说 我在前世当中 等某一生 我就曾经度过某一个人 我已经度过你了 那么那个人当时呢 是我的妻子 或者是我的兄弟 那么我现在呢 继续再来度化你 把你一起带到 某一个世界当中 来供养某一尊佛 或者说呢 另外啊 这个世界啊 除了十方诸佛以外 还有一个大光明天 这个大光明天 古德祝权说 其实这个大光明天 就是六异天的天顶啊 魔王的宫殿 那么他说 佛仪宗著 其实这个佛 就是指的是魔王 就是说 大家应该要 往生到那个地方 去做魔的建属的义士了 他如果正是一切如来 所修行的地方 那么无知的众生呢 信是欺狂之语啊 而遗失他本来所修学的 戒定会的正法 我们看佛陀 对这个 这样的一个解释 此名利鬼 联脑沉默 扰乱世人 艳竹心生 弃彼人体 弟子遗失 寄陷亡难 如当先洁 不入轮回 迷惑不知 作无间狱 那么这个鬼是什么鬼 利鬼 这个利鬼是贪亦为罪 亦衰成形 他这个鬼的个性 就喜欢意念过去的那些 不愉快的事情 心中产生怨恨 所以他遇到这个 事实不调的时候 就散布 瘟疫啊 病毒等等 这叫利鬼 这段经文啊 他的一个琢磨的音言是 贪求感应 其实感应道教啊 在很多的本尊法门当中 都是有这样的一种功德项 你看我们净土法门 也是感应道教啊 你说你为什么往生净土 当然不是我们的力量嘛 是佛力加倍嘛 佛力加倍当然是要感应道教嘛 心力跟佛力的这种感应道教嘛 才能够产生临终的接引 所以感应道教没有错 错就错在 贪求这两个字 很多东西你一贪求就不对了 你看英光大师文超有一段事情 有一个人练佛很精进啊 他写一封信给英光大师 他说我一定要 在多久的时间要证得练佛 三妹我一定要练到阿弥陀佛 亲自现身为止 英光大师说啊 你已经通生磨气氛了 练佛怎么够练到说 整天要去希望佛现身呢 在所有的修行当中啊 英光大师强调 只问根营不问收获 我说实在 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啊 最大的忌讳就是 还没有成就的功德 你想去追求 这个是大忌 你不去追求 它自然出现 你一追求 你就没有了 世界上是这么妙的 所以我们常说 老子念佛莫捏怪 我们能够把心中安住在佛后 你有一心不乱的功德 你自然若众生心 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很自然的 水到其成 但是你还没有成就之前 就胡思乱想 怎么怎么地 你就容易琢磨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清楚 感应道教是功德向 没有错的 错在贪求 你的想法错误 我们看第六的 贪静密祥 那么这个静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修子观的 贪求极尽安宁 当然这也没有错 这种禅定向 禅定的功德向 就是极尽向 身心的安宁 但是他过分地贪求 这个就有问题了 看经文 有善男子 寿映虚妙 不遭协力 言定花明 三魔地中 心爱深入 克己心情 要处 殷疾 贪求 尽密 那么这个已经把这个寿映 破坏的人 这个言通妙定 坚定成就的人 在一念的极尽心中 心爱深入 我们知道 一旦把寿映破坏 他一定有禅定 当然禅定也可能是初禅 也可能是二禅 三禅等等 那么这个人 他希望能够 深入 更加的深入 这种寂静的禅定 他觉得他禅定不够 因为在禅定当中 可以使得到身心世界 感到寂静 感到清安 所以他对这样的一种 身心世界的极尽情感 特别的爱药 因此他呢 克己心情 药处殷疾 他不辞辛劳 而精进的修学 所追求的 就希望能够在 这个阴影的极尽处所 那么得到这样的一种 极尽安乐的功德 所以他贪求尽密 希望内心能够 有更多的寂静 有更多的安宁 他的内心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这个就坏在呢 不是静谧有问题 是贪求 过分的贪求 那么结果当然魔王就 得其方便了 我们看 看经文 尔时天母 后得其便 非金妇人 可说金法 其人本不杰之魔凿 亦言自得无上涅槃 乃比求 因善男子处 夫作说法 那魔王当然尔时 就在他内心 一再贪求的时候 他就 非金妇人 可说金法 那么来到了这个内心 想要追求 吉尽安宁的 这个修子官的处所 来为他说 这个相应的法目 那么到这个地方 可能我们要注意一下 在 严毅拿法师的注解 在偶一大师的注解 都说这一段经文 跟下一段经文 有前后 错识的情况 这个经文有点错识 这个静谧想跟宿谧想 在后半段 有点前后对调了 那我们先看 我们现在要怎么接呢 直接接到281面 281面 这个星期的 贪数蜜想里面的 第四小段 献邪或是 从这个地方开始接过去 就是说这个人 他贪求静谧 魔王得其方便 然后派遣他的使者 来误导这个人 那么这个使者 这个说法者 来到这样的一个处所 他采取的行动 我们看经文 四人无端 以说法处得大宝珠 其谋或是化为畜生 口弦其朱 集杂珍宝 检测服毒 诸其异物 先受笔人 后招其体 或有听人 常依地下 有明夜诸 照耀其处 世诸听者 得未常有 多时药草 不惨家传 或时日餐 一马一脉 其行肥冲 魔力尺固 诽谤比丘 骂力图众 不辟寄险 那么这一段呢 是说明静谧 当然这个跟禅定有关系 我们今天 时间的关系 先到这个地方 进入到这里 这个 我们把这个琢磨的音言 再讲一下 当然琢磨每一个人的想法 各是各样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 他的一个问题点在哪里 因中求果 就是他的因地 在根引的过程当中 结果还没有出现 他就一先去执着 这个功德要赶快出现 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 当然 你说那这样子 大圣佛法也是要化菩提心啊 要上求佛道 下化终生 也要有所求啊 的确要有所求 你要无所求 那你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才是 对整个功德无所求 但是诸位要知道 我们有所求啊 是什么求 是在 无所求的基础之下 而有所求 是在无助的情况之下 而身心 不是你一开始就有所求 这不对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整个任元经的前面三全半 告诉我们 因何因住 以不生灭心为住 不生灭心里面 哪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是正在不生灭心的角度 来修止修观 观照现前一念心性 极空极甲极重 你一开始就有所求 你就忘失了你的不生灭的硬地 问题在这个地方 你就跟妄想在一起的 我们心中有理想抱负 我们为了追求解脱而修行 为了往生进土而修行 但是功夫提起来的时候 心中只有所愿进 这个时候你一旦功夫修 现前的时候 什么都不能想 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只要起心动念 就有问题了 修行的态度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所以这个地方要清楚 要清楚 功德不是求来的 是修来的 也就是说该是你的 你不要去求 他还是你的 你越求越没有 越求越没有 因为你一求的时候 你就是心外攀岩 你就把你的根本功德忘了 结果你弄到你自己琢磨 是这个意思 你不要求 他自然显现 是这个态度 好 我们今天想到这个地方 向下文长 赴再来日 回向 好 1 2 3 1 2 4 5 6 5 7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